花蓮市拉拉爸志愿服务队年度巡回议检活动 从4月份开跑 陆续前往了各个文件站以及服务器站 为长者们免费议检 而市长魏佳燕 5号的上午就前往了新夏部落文件站 关心议检的情形 并且也准备了端午节最应景的肉粽 要帮长者们加菜 花蓮市拉拉爸志愿服务队年度巡回议检活动 从4月份开跑一直到11月底 总共安排28场次 陆续前往各文件站及服务站 要为引发长者们免费议检 有时候我们总共有十几位16个 有空的就过来 想是说都退休了 出来做服务站 随着端午节即将到来 花蓮市长魏佳燕5号上午 也特别准备了肉粽 要帮老大人们加菜 让大家品尝最应景的美食 并祝福长者端午节安康 那除了发放种植以外 也关心我们这两个月地震的一些状况 那刚刚也是我们拉爸志工 也是到我们所有的文件站来做一个议检 那非常感谢 其实为部落付出的所有的 心力的朋友 跟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那包括我们的里长 那议员那代表 那也要特别感谢代表会 长期来给我们支持 在我们文件站等等的地方 都需要关怀的地方 我们都全力会让我们的文件站 能够更充实 拉拉爸志愿服务队成员 全都来自华联市各部落热心族人 一共有52名队员 其中最年长的志工已经有85岁 不管是在任何场合 都能见到他们服务的身影 而市长魏佳燕除了行存感激 也肯定这群志工们 就是公所强而有力的后盾 记者 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